韩国最近又推出了一档恋爱综艺 单身及地狱 开播及火爆 主要内容就是将市民单身男女 在地狱岛萌芽出的感情故事 节目的设定也与外国真人秀 语霸不能类似 吸引观众眼球 其中的嘉宾更是满足了大家所有的幻想 美女们都是各种类型 男嘉宾便是清一色 照着偶像剧的标准再选 其中还有一位百万粉丝的网红宋志亚 有些角度审思珍妮 随后也频频登上热搜 出生于1997年的她 之前就是个颇有名气的网红 参加节目后也因为出生的外星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虽然年龄不大 但宋志亚的自信可是有目共睹 在节目中更是放言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女人都能赢过对方 深入了解一下宋志亚让人更羡慕的是 这么年轻就坐拥汉江边上的高级公寓 价值高达20亿韩元 韩国不少一线明星都居住在此 比如Rose Perjunia使员 BTS田舅国都在这里 也算是妥妥的成功人士了 之前上节目就表示 已经受到了男艺人的追捧了 却对白富美人生赢家 又被狠狠的羡慕到 小懵懂们 我们也要加油 争作催好了自己 爱都含舍 每日解说最下韩语 欢点赞和订阅哦